哈哈,小丫头,你很勇敢,居然能越级击百多的手下打架 如果本王猜的没错的话,你应该就是修罗的女儿吧 呀,你长得好丑啊,难怪会被我爹封印起来 虽然你如今又出事了,不过没关系,今天我会带我爹再次将你封印起来的 哼,我可是不死不灭的存在,哪怕你爹也只要封印我而已 就凭一个如笑伪干的小丫头能耐耳后 不是我针对谁,我想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即便我站着给你们打,你们也耐好不多 丁,从未见过如此嚣张之人,统颜我看不过瘾了 现发布支线任务,请小主以强势的姿态,给这邪恶之王一点颜色看看 任务奖励,地阶巅峰神器,光明权杖 啥,地阶巅峰神器,这是个好东西呀 哼,看你的样子很拽呀,那今天我必须得给你点颜色看看了 有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在场众人也都紧张了起来 这么强的敌人,楚灵儿真的是他对手吗 下一秒,只见楚灵儿从储物界掏出一大堆卡片 随便抽出一张,对邪恶之王认真说道 你看,这是蓝色,这是红色,这是紫色 哦,你的臭丫头居然敢玩 不不不,你误会了,我是真的只想给你点颜色看看 那个,我已经按你说的,给他点颜色看了,我的奖励呢 呃,那个,你是不是误解了我的意思,我说的颜色可不是字面意思啊 哼,你不会是想赖账吧,我可是按照你说的给他看颜色了呀 你不会是玩不起不想给了吧 果然,有其妇必有其女啊,还是怪我自己不够严谨啊 算了,定,任务完成,奖励已发放至你的储物空间,请自行查收 哼,可恶,尽管系统本王,今日我便将你随时万斗 哼 啊,停停停,你这丑八怪烦死了 居然怎么打都打不死 姐姐姐,本王早就说了,我乃是不死不灭的存在,连你的修罗都把我没办法,更何况是你的小丫头 哼,即便是凤凰烈火重生,都是有条件和上限的,我就不相信你这不死不灭会没有克制之物 小姐,据我所知,以前确实是有克制之物,那就是光明主神阿波罗的光明权杖,不过那权杖已经被他给毁了 听到这话,楚灵儿一愣,光明权杖,自己刚刚卡巴格完成的任务,不就是奖励的光明权杖吗 没想到这玩意儿,居然能克制他 你说的光明权杖,是这个吗 博曹,怎,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拥有这东西,他明明被我亲手毁了,不可能还有第二把,你真是假的对不对 哼,是不是假的,试试不就知道了 臭丫头,又本是你将拳挡丢,咱们再落不 开什么玩笑,我有武器我不用,你当我傻吗 虎爷,撒抛尿将他自省 小姐,这样不好吧,我有糖尿病,我可不想给他甜头肠 小姐,权杖不是这么用的,我跟光明主神为敌多年,他的绝招我也会得七七八八了,小的教你一些技能,你再干他 说完,暗地立即来到楚灵儿身边,伸手便将自己所会的招式,全部传授给了楚灵儿 鲁麦斯,你敢,你一个奴魁干坏本王大事,你找死 好,好强,难,难道,我就要死了吗 鲁麦儿说,世间要有光 啊,怎么回事,你的光属性为何这么强 就算是阿波罗当年手楼拳的,都对我造成不了多大伤害 他可是地阶好奇的光明灵脉,你怎么可能比他光级还高 嘿嘿,不好意思,我可是超脱级的光明灵脉 卧槽,什么,超脱级,这怎么可能,超脱可是超出了天道的范畴 天道不可能会允许他存在 嘿嘿,在我老楚家,没啥不可能的 现在鲁儿我就代表月亮消灭你 鲁儿说,要有光 哼,光明终将胜过黑暗 本小姐要亮瞎你的狗眼 马德,老子纵横一世 没想到今日居然栽在一个小丫头手 他来此地不宜搅拥 邪恶之王见识不妙 便准备卷起他多大魔盒风 没想到却被是天虎给劫了火 嘿嘿,这盒子,他兴出了 马德,身不转谁转 此时不共待天,老子一定会回来的 主宰不愧是主宰,这样都不死 小姐,您的宝盒 楚灵儿接过潘多拉磨合,眉头顿皱 因为她感觉里面封印着无穷的邪恶 瘟疫,贪婪,仇恨,色欲 总之什么坏的东西都有 就在楚灵儿不知如何处理这盒子时 一旁的潘多拉轻咬下唇,小声地说道 师父,父神说只要我打开这个盒子 就能让天下子民幸福美满 能不能让土而适适 啊,楚修司不是给你说了吗 这盒子里装的可是罪恶之源 你若是打开的话,恐怕只会给人间带来无尽的灾祸呀 可是,万一父神说的是真的呢 师父,您就让我试试吧 您放心,若是我打开后,情况不对 我会立马将它合上的 哎,圣母表真是麻烦 那好吧,既然你不死心 那就让你试试吧 不过若是出事了,可别怪我哦 小姐,这盒子可不能开啊 它里面 行了,我知道里面有什么 没事的,让它开 说完,楚灵二小手一挥 用内力将众人笼罩在内 以免被邪恶侵蚀 潘多拉深吸一口气 缓缓将盒子打开了一条缝隙 还不带她去观看盒子里有没有信仰 无尽的邪恶蜂拥而出 瞬间涌入她的体内 邪恶欲望瞬间便将她的理智给完全吞噬 小姐,需不需要属下拍死她 不用,我有权杖和光明明脉脉呢 给她开个净化就可以了 说完,楚灵二反手一拳杖抽在潘多拉脸上 将她砸得疯狂吐血 随后对方也眼神恢复了清明 邪恶被驱散了八九成 小姐,您为何不将她体内的邪恶都驱散呢 您应该是有能力的吧 难道您是故意的 没错,我爹说 人之所以是人 就是因为有七情六欲 而他是法则郁郁的 所以没有这些东西 如今我也算是给他补权了 我靠山宗可不需要圣母 众人恍然大悟 眼眸看向了对方手里那根白镜的权杖棒子 果然女人只有经过棍棒教育 取长补短之后 才能完全成长 片刻后 潘多拉悠悠醒来 如今的她已经不再是之前的那个圣母了 师父,我 行了,不用多说了 以后好好修炼吧 嗯,徒儿谨遵师父教会 哦,对了师父 这个盒子你准备怎么处理呢 哦,我打算用它来打造一个新魔秘境 让宗门弟子都可以进去磨炼新星 你们觉得如何 这想法确实不错 只是这潘多拉磨合邪恶无比 想要炼制成秘境的话 恐怕无比艰难啊 嗨,没事 这个任务交给我爹就好了 反正他一天天吃饱了 没事干 不给他找点事做 我总觉得心里不舒坦 对了,楚修斯你过来 我突然想到一个完美的计划 嗯?